接下來這句話 好好來思考一下了 對 接下來有一個人說 就是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前北農的總經理吳一年 他覺得說韓國瑜現在身邊站的 都是黑金體系 我們剛才文三伯剛好離開了 本來要簡單現身說法 剛剛好就是這一些人 強強棍大哥 庶民代表 文三伯 庶民代表 農民 林嘉興 今天其實韓國瑜市長 也有被問到這一件事情 他講說謝謝 我尊重大家的評論 可是他這一句話很有針對性 直接講說是黑金 另一句話也讓大家摸不著頭緒 他講什麼 他講說 大陸操控台灣輿論 是用假新聞去打壓他 所以先前大家才會覺得說 他不會做事情 行錯韓國瑜是賣菜狼 才讓韓國瑜登上市長寶座 這個格局拉得很高 是大陸用台灣的媒體輿論 假新聞來打壓他 他才會因為這樣下台 這種大小姐的個性 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去說這個Winning 拜託你不要再出來好不好 昨天每一個媒體用說 重出江湖這個標題 你去看 下面一堆網友的留言就問你說 你看得懂財報了沒 你這次不敢在台北罵 你跑到國外去罵自己的高雄市長 你丟不丟臉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 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你要不要去問大陸的朋友 你們知不知道Winning是誰 他把自己想那麼重要 大陸用媒體去打他 把他行錯成很不會做事 你是個北農總經理 你又不是台北市長 而且我說拜託你好心 韓國瑜沒有欠你的 韓國瑜到底是倒了八輩子 沒跟你有什麼關係 欠你什麼 是你欠他的吧 韓國瑜當年在北農 人家做得好好的 績笑又好 老闆又喜歡就是柯文哲也喜歡 你民進黨非得逼人家走路 然後把這個位置搶來給你做 我告訴你Winning 你才黑 你才金 你有什麼能力做北農這個位置 還不就是你爸爸媽媽跟民進黨 跟蔡英文跟森綠的有關係 所以你才變成一個相公所的秘書 然後突然變成北農的總經理 你當了北農的總經理以後 你丟了一堆爛攤子給台北市政府 我跟各位報告 直到他走的時候爛攤子還在 台北市要花150億去改建第一果菜市場 這個吳英寧又懂得賣菜又懂得賣水果 連市場改建他都懂 透過民進黨的議員說什麼 說用我的版本可以省11億 結果民進黨議員在議會質詢柯文哲 柯文哲就怒啦 怒了以後就說好 叫副市長跟他開會 看他的版本怎麼樣 一個小時以後迫於無奈用了他的版本 結果用了他的版本去評估以後 不但沒有省14億還多了3億5 一個小時你要讓台北市政府多花了3億5 然後你之後拍拍屁股走掉 我們就問台北市政府說 你還是按照吳英寧的版本吧 他說是 已經評估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吳英寧 你去年的離職真的也不是韓國瑜搞的 也不是韓國瑜害的 是你的老闆柯文哲不喜歡你 是你的民進黨不挺你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怨 有那個恨在心裡的話 麻煩你怨對人 恨對人好不好 韓國瑜根本不認識你 大陸也不認識你 你不要往臉上貼金 而且我看他在美國還講了一句話 只要我點頭 就是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 麻煩你去跟蔡英文講好不好 你這句話是在暗示說 跟你跟吳宏謀跟民進黨這些一樣 說我幫你扛了很多事 只要我點頭 我就要是不分區立委嗎 所以我覺得吳英寧的個性 真的就是一個不懂事的大小姐 覺得全世界全宇宙都圍著他轉 真的 當你離開北農了以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 北農再也沒有出現在新聞上了 北農的總經理 再也沒有到議會來了 為什麼 北農就一樣運作 然後台灣的農產品 今年還有沒有賣不出去 然後一堆堆在那邊 還有沒有價格崩跌 大家有沒有記得從今年開始 還有沒有聽到什麼香蕉崩跌 鳳梨崩跌 芒果崩跌 沒有了吧 所以你走了以後全台灣 整個北農都恢復著正常運作 真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你會更好 所以麻煩你不要再出來刷存在感 尤其不要變成 蹭韓部隊裡面的其中一個 我知道你想立戰功 我知道你想當不分區立委 不過電電自己的精良吧